尽管我祖父卢力群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官的时间不到一年 爱国的黄埔精神却伴随着他的一生 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家的几代人 卢力群祖籍湖北黄安、金鸿安 而时长年寄住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毕武家读书 1924年10年20岁的卢力群考取官费 赴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系留学 于1926年6月学成归来 彼时帝国主义侵略及连年军阀割据混战 令百姓苦不堪言 面对满目疮痍的故国 卢力群毅然投笔从容 投身革命 中国的命运是太还是贫 人们的心儿是欲还是你 望前头忙无忌 抓心头只是一把心酸泪 羞怪捕上羊花 巧作临风昧 嘲笑格岸清伤 空作可怜低 这是1926年 我祖父从日本留学归国以后 写的一首《黄鹤楼头》的小诗 体现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 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随后他就投笔从容 投身到北伐大革命的滚滚洪流 实任北伐十五军政治部负责人 1926年7月 北伐战争打响 卢力群参与成功策反恶军 第二师刘佐龙步等重大行动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 国共两党决定建立黄浦军校武汉分校 聘请卢力群担任政治教官 1927年2月12号 黄浦军校武汉分校举行开学典礼 2月14号正式上课 据史料记载 黄浦军校武汉分校规模之弧大 不亚于黄浦本校 其男女学生和入伍生超过6000人 实为中国副部武装革命势力之大 卢刚称黄浦军校武汉分校破天荒的招收女生 推进了中国近现代的妇女解放运动 黄浦军校武汉分校招收女生 是世界军校史上的首次是破天荒的事情 当时武汉分校的女生在武汉山镇宣传革命 成为街头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斯大林听说了这件事情以后 要一张照片 于是有了那一张黄浦军校女生队唯一的大合影 黄浦军校武汉分校产生了像赵一曼 游熙 胡云 胡兰熙等一批军校四旅结 也有谢宾宁这样的军女作家 和曾献子等这样一批的旅革命家 他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成为一代金国英雄 1927年7月15日 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 卢力群遭到通缉 再次流亡日本 教官生涯结束 虽然卢力群的黄浦教官生涯只持去了五个月 但是据卢力群的长孙卢刚回忆 与祖父十二年的朝夕相处中 能感受到他的爱国情怀和严谨作风 卢刚认为 这与祖父在黄浦军校的经历息息相关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 我祖父战如松 坐如钟 行走无风 一早一丝不苟 家里一城不懒 我猜想这与他的军校经历有关 在武汉抗战前夕 日本军国势力 妄讨以军事和政治两手征服中国 他们为了拉拢我祖父 许以汉口特别市长做更高的职务 我祖父言词句节 他说 我绝不跟你们合作 绝不当顺民和王国卢 之后他举家逃难到四川 在卢刚印象中 祖父晚年长爱坐在院子藤椅上 眯着眼睛用方言吟唱古典诗文 吟诵最多的是 民族英雄岳飞所写的爱国诗词满江红 我小时候 祖父也会教我背诵 岳飞的满江红等爱国诗词 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 他经常要我背诵 爱国是我祖父这一辈黄埔人的精神的魂 也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事媒体行业的卢刚 一直致力于研究黄埔历史 讲好黄埔故事 抢救黄埔史料 2024年是黄埔军校建校一百周年 在卢刚看来 应当继续发扬黄埔精神 再助新荣光 一般指的黄埔精神 主要是指爱国革命团结等精神 在当下爱国主要是指为祖国统一 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 做出自己的努力 革命主要是继续传承和弘扬 祖国尚未统一 同学能须努力的黄埔精神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动作为 积极作为 团结 主要甚至两岸同胞 共同找出和平统一的最大攻略数 划出全球华人 祖国统一的最大同心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